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妈的 妈都是过来人 还能害你不成 老公宋强也赶紧附和婆婆的意思说 就是 咱妈那会儿一人照顾我们四个孩子 不都好好的 一个比一个壮 婆婆又接了一句 你嫂子就是我伺候的月子 大人小孩不都挺好 都交给妈吧 妈保证伺候你和孩子好好的 想起老公侄子虎头虎脑的样子 赵家也怕一个外人照顾孩子不经心 婆婆再怎么说也是亲奶奶 总会比一个外人来得上心吧 就这样 生了女儿后 赵家直接给了婆婆一万元伺候月子 婆婆说 那会儿她伺候大儿媳做月子 老大家也给了她一万元 算作月子期间的吃喝 反正赵家跟月嫂说也是这个价钱 给谁都一样 毕竟是亲奶奶 照顾的肯定更加细心些 她也不想白用婆婆 免得到时候再听闲话 可自从生孩子后 婆婆天天勤堂挂水资候赵家 饭菜永远都只有一个 鸡蛋稀饭加青炒稀葫芦 婆婆每期明晕说坐月子得记嘴 太多东西不能吃 不然会贫奶 一定要吃粗粮好下奶 赵家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赵家奶水不好 孩子天天饿得只哭 现在每天清汤挂水更是没了 没办法 想得找个崔乳师给崔碎奶 万一回奶 孩子就只能喝奶粉了 婆婆一听不乐意了 立马呛声 我们那会儿可没有催奶这一说 我不照样把四个孩子奶大了 再说了 我给你多做好吃的就行了 花那冤枉钱干啥 不能找 有那钱给我 我给你再弄点下奶的饭菜 还怕没有奶 赵家妈是初中老师 还没退休 待得九年级 天天都很忙 根本没时间伺候赵家 但是赵家妈也早早给赵家 准备了母鸡 让养身体 赵家妈住的房子是学校的 一楼 有个小院子 赵家怀孕后 妈妈买了十五只鸡 用粮食养的 更适宜进补 让赵家产后补身子 赵家伴更是为了让赵家吃上仙鸡 隔天再加宰一只鸡送过去 一次让赵家婆婆给姑娘炖半只 直到赵家说要找人催奶 婆婆才开始炖半只鸡 却也只让她喝两口 另半只存了冰箱 她以为婆婆是节省 就劝婆婆 我妈养了十五只鸡 一天半只 刚好一个月 您不用省 我营养好了 孩子才有吃 您要闲费事 一只全炖了 放冰箱喝两天也可以 婆婆却冷冷说 行了 知道了 就你事多 刘家以为她真的知道了 但后来喝到的鸡汤 上面飘厚厚的一层油 一点肉也没有 只灵星飘着几块小碎鸡甲 味道也没有原来的好 她并没有多想 也没多问 觉得也许是每只鸡肥瘦不一 就像自己 每天做同一个菜 味道也不可能完全一样 这样过了十多天 老公大嫂来家里 她本来在房间睡 大嫂在外厅里说要走的时候 赵家刚好醒了 想着她平日里也来得不多 出去打个招呼也不多 但她没想到的是 刚出卧室门 就看到大嫂手里 提着透明的食品袋 里面装着好几只冻鸡 她一时愣住了 大嫂看她出来赶紧说 我还赶着回去给孩子煮饭呢 开门关门动作一气合成 婆婆一句没言语 就进了厨房 赵家瞬间明白 那一大兜的鸡 绝不可能低于五支 气得浑身发抖 她追到厨房问 妈 我爸送来的鸡 您为什么拿给嫂子 婆婆脸色发青 生气地盯着赵家 什么你爸拿来的鸡 那些都是我到菜场买的 赵家冷呵呵地笑 对 您应该是到菜场买鸡了 买的那些炖汤给我喝了吧 那是我妈养的 为了让我养身子的 为了让你孙女吃着好奶 你偏心的没边了 我偏心啥了 我不就是把你用不着吃的鸡 拿回去给小超补补身子 他要小生初了 小超是宋强大哥的儿子 他小生初关我什么事 想吃他们自己不会买 凭啥偷我的 谁偷你的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给你伺候月子 你还嫌弃我 老娘我不伺候了 婆婆说这话 把身上围裙一扯 锅里炖的汤也不管了 拿上自己东西就走了 赵家气得发抖 给老公宋强打电话 宋强回来只说 会叫他妈回来接着伺候 根本不提拿机的事 赵家气得狠了 原本就不多的奶 当天就直接没了 孩子又吃奶粉 饿得哇哇哭 赵家妈是真没办法 听见女儿说婆婆做下的事 也是气得不轻 只能安慰女儿 一个月很快就过了 你别切出月子病来 得不偿失 宋强去找他妈 他妈坚决不来 说还得在家伺候自己孙子 孙子要小生初了 吃饭也很要紧 宋强说嫂子在家又不工作 她怎么不做 婆婆直接说 一个丫头骗子 怎么比得上我孙子 她爱吃啥吃啥 我伺候她还落不适了 宋强见亲妈 似乎不愿意回去 也没办法 只能回来跟赵家说 宋强工作忙 实在愁不开身 现在赵家不工作 家里现在收入 就靠她一个人撑着 赵家生气 她向婆婆打电话 要那一万元 婆婆竟然说花完了 赵家气不够 要跟她分辨清楚 鸡蛋是我妈拿来的 你就天天给我买西葫芦 一千元也花不完吧 婆婆急了 我还给你买鸡了 赵家直接挂她电话 这样的婆婆 她还不如没有 没办法 赵家妈只能让赵家爸 来给姑娘做饭 赵家又请来催奶 好不容易才度过一个月 从那之后 赵家再也没有回过婆婆家 本以为就这样 井水不犯河水 各自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 没想到老公哥哥打电话 说买了新房 装修钱不够 要向宋强借钱 借个十万左右 赵家知道后 坚决不同意借 我们刚结婚那会儿 他们说买车钱不凑手 向你借了十万元 现在还了吗 一分没还 现在又借 这是借吗 要钱没有 想都别想 宋强没吭声 毕竟公子卡在赵家手里 他说的不算 赵家见宋强 没再提借钱的事 也没再说话 过了不到三个月 宋强弟弟结婚 又向宋强借钱买婚房 赵家照样不松口受借 婆婆还来找宋强闹 骂他不通人情 白眼狼 赵家里都不搭理他 转头就走 婆婆自讨没趣 闹了一会儿 灰溜溜回去了 走时还不忘带小区门口 慢慢烈烈斥责赵家 不孝顺没人情 反观赵家结婚时 婆婆说孩子多 负担重 就只给出两万彩礼 宋强工资高 说他们结婚后 他会把工资卡 交到赵家手里 让他不要纠结这个 刚好当时房子在高点 他们手上钱不多 就买了套两具的小房子 老是被借钱 赵家心里也烦 就想着干脆再供套大的 把钱买了房子 也就没得惦记了 他在家带了三年孩子 最近孩子上小学了 他也准备重新上班 想着在上班前 把房子的事情敲定了 就利用送孩子后 闲暇时间去看房子 看中一套位置和格局 都不错的 就跟宋强商量 没想到宋强一听就发火了 我们又不是没房住 你是钱多烧的吧 钱会贬值 不如存房 放在那里不用 这个借那个借 借了又要不回来 不借又得罪人 不如买房 宋强直接一句 没钱 赵家急了 你把工资卡密码告诉我 我自己买 宋强甩门离家 赵家气不过 拿着赵强工资卡 到银行去查 却发现是一张废卡 并且 应该是从很久之前 就已经废了 也许是从 给自己卡的第二天 也许是从他妈 开始照顾自己之后 甚至是他哥哥弟弟 借钱之后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 他不想跟这个男人过来 赵家直接提出离婚 宋强解释 他这辈子最感激他妈 说他们家 就他一个孩子上学上出来了 赚得多 他妈说花了家里 大部分的钱 哥哥弟弟没上学 也都是为了他能上学 这些都是他妈 给他争取来的 自从伺候赵家月子之后 他妈就说赵家有外心 对这个家没有附属感 早晚都得离婚 又听说 钱都在赵家那儿 就让他把钱 抓在自己手里 他那时候 也觉得就几只鸡的问题 赵家就跟他妈闹掰了 所以才偷偷转了钱 挂失了卡 赵家冷笑 你哥比你大七八岁 他要学习好 等你上小学的时候 他都要上高中了 你弟弟 他是在上学吗 不是逃课 就是在学校打架 被学校劝退 小小年纪就出来混 是因为你不上学的吗 你妈 你不要提 算我瞎眼 我现在不想接着瞎了 我不过了 宋江去他妈家 哥哥弟弟都买了房子 他们没有一个人去住 都把房子租出去收钱 就在家里啃老 他们哪是啃老 啃的是自己呀 宋江向他们要钱 让他们卖房子 也得还自己 三人打了一家后 宋江到底 逼着他们还了钱 他拿着现金回家 和自己真正的工资卡一起 都摆在赵家面前 还说赵家 可以把全全转自己卡里 求他不要离婚 赵家是真的被伤了 将至一个月后 两人到底是离了婚 孩子和房归赵家 钱一半归赵家 一半钱和车归宋江 宋江妈知道后 又来闹一场 说房子是他儿子的 赵家直接把他打了出去 这个世上 没有谁比谁傻 拟精 别人也不傻 算来算去 到头来 不过是算住了自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观看